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三 阿萨这边有个财神庙 周三十五百万财神的寺 就在扎基拉姆寺,就在我们客栈的附近,就挺近的 今天还在现在还在下雨,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今天我们到这个扎基拉姆寺这边来拜拜财神 所以我这样的宠人是应该拜一下财神哦 再保一下平安,骑摩托车不摔车 现在是中午了,其实人稍微少一点 但是如果是到了,如果是他们七八点钟的时候都好多人就过来排队了 公司的门口都有很多卖酒的和卖哈达的,还有卖书游的 这里就是扎基寺,这个扎基寺可以说是一个香火非常非常旺的一个寺庙,一个财神庙 很多本地人也过来拜,爬了好多人哦 这个财神是一个汉族的,汉族的一个公主 从这里开始排队,哇,现在人都好多了 就从这里,哇,排了好长的队,看看看 嗯,对啊 因为扎基拉姆他比较喜欢喝白酒,所以准备了零钱,然后去里面买一些白酒和哈达什么的,然后献给他 里面的酒要便宜一些,外面这个外面有一些酒,外面有卖酒的,外面的酒比较贵一些,所以在里面去买 所以到这里来就背一些零钱啊什么的,就比较方便 孕印是周三,周三是拜财神的日子,呃,所以就好多好多人,好多本地人,藏族人民就过来拜 进寺庙之前要把帽子摘掉,仪式尊重,进寺庙之前,西藏所有寺庙,进寺庙的时候都要摘帽子 这个是葱哥的这个糖卡,扎基拉姆的糖卡,开过光的,这个糖卡还蛮贵的 这里有卖酒的,这比较便宜都是十来块钱,几块钱一瓶 哇,这里的生意真的超值得好,特别是今天,星期三这一天 这些是树油,供业的,烧香的一般都是外地不懂的 哦,一般是不少香的,就是,上住人也少,但那些不少整个,是一包里面的水,也要养在里面 这有所谓的微伤的 看一下华哥,这是藏主人带我们,藏主大哥带我们 怎么样 华哥,转过来 看看他像不像藏主人,真的超像 其实他是一个东北人 进寺庙都不要钱,因为大家都以为他是个藏主人 哇,真的,好多人哦,你们看 真的,这个寺庙香火真的是超值得 可能是整个,整个拉萨香火最旺的一个小寺庙 他们好多,我之前好多他们朋友做生意的就过来 卖东西做生意的就过来拜 每个星期都过来拜 每个星期都过来拜 嗯 一次来祈福,一次来还愿,就是这样 哦,祈福就然后再还愿去吧 你一定要还愿的,不还愿不行 哦 上一次来就还愿 嗯 你们可以到里面去写你的名字 写自己的名字 嗯,可以,写那个的话 你随便给个 毛几块或者几十 都行 哦 哦 我们排队都排了20分钟了,都还没有进去 还在排 你看他们在外面买的酒 你看他们在外面买的酒 两瓶酒 哈达呢 哈达在里面 哦 五块钱一瓶这个 两瓶酒 两条哈达 哈达一块钱一条 这个是高原供酒 你们看看里面的人全部都塞满了 你们看看里面的人全部都塞满了 这个小寺庙里面 这超多的人 在这里可以换钱 换一些零钱 这我得找 20块钱 得找两百张 你确定 对哦 这个扎基拉姆斯上面 还有个二楼 上面也可以 下来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上面有个二楼 看 踏一点楼梯好累哦 现在已经应该差不多一点了 还有那么多人 一般堂到两三点 这个扎基斯他们 妈妈都要下班了 因为这个寺庙里面不能拍视频 所以就只能在外面拍一下 就是里面还是就不要拍了 我在里面 这个是我以前自己做的那个 翡翠的一个吊坠 然后我拿去看 拍了一个光 现在已经全部都拜完了 就是扎基斯里面 一楼大殿 是很多很多人 二楼 二楼有几个殿 也可以拜一下 然后就人就很少了 但是很多人 基本上就在一楼大殿 拜一下 都没有去二楼 所以如果你们去扎基斯的话 就可以去二楼 但是拜一下 反正就是我的以前 我的很多的朋友 每周都会过来拜一下 就不管是保平安 还是求财 反正他们都说挺明的 好 准备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看得见 拜拜 拜拜 拜拜